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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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发展为T08辅助细胞 随即释放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可以调控B08细胞 使其分泌特异性IGE 当这种IGE在与氏酸性粒细胞 氏碱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后 一旦再次接触同种抗原 即可导致原性介质的释放 发生炎症 这些原性介质与T08辅助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还可以直接诱导静脉端内皮细胞分泌的粘膚分子 促使炎性细胞 特别是氏酸性绿细胞的狙剂和胯密皮转移 从而导致气管粘膜水肿 分泌物增多 气道经卵 那么气道高反应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研究发现 由于气道平滑肌 肌底膜纤维的增质以及神经末梢的裸露 当受到如沉满 油烟 花粉等因素刺激后 既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气流受阻 出现胸梦喘息 长期的慢性炎症还可导致不可逆的气道狭窄 哮喘的临床表现与气流受阻程度及变运原种类有关 如果以轻微支气管经卵为主时 可紧紧表现为胸闷 以粘膜肿胀为主时 即可表现为咳嗽 以外源性因素如灰尘 油烟 花粉引起哮喘时 常常伴有鼻眼发痒 打喷嚏和干咳 当气流受阻时 可引起喘息 呼气延长 发病时年长儿端坐呼吸 因幼儿则喜欢家长抱着 头附贴于家长肩上 检查时可见子肝 胸骨及勒肩傲陷 听诊时两肺呈鼓音 并且闻及呼气性的高音调笑名 或扮肝螺音 值得一提的是 有些哮喘仅仅表现为慢性咳嗽 为了防止入诊 应该注意掌握临床特点 一 咳嗽持续或反复发作大于一个月 常发作于夜间或清晨 运动后加重 二 临床上无感染真相 或经较长期的抗生素治疗无效 三 用支气管扩张剂 可以使咳嗽缓解 四 有个人过敏史或家庭过敏史 以上便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 临床表现 为了明确诊断支气管哮喘 需要进一步行气道反应性测定 以及变运源检查 在这里主要介绍肺功能的检查 肺功能检查是确诊哮喘的一项重要指证 检查中应该注意掌握以下方法 做肺功能自动分心仪测定时 要先测体重与身高 然后深吸一口气 立即将一咬口端塞进口腔内 用最大的力气最快速度将气呼出 一般需要反驻三到四次才能记录最佳参数 做气道激发实验时 现在多用β2受体激动剂替代组织胺激发实验 如果吸入β2激动剂后 FEV1值提高了15%到20% 说明有气道高反应性 V型风流速仪的测试 是家庭用来测定PEFR的有效方法 使用时先吸一口气 然后用力将气呼出 仪器表面的刻度既能显示肺功能情况 通常每天要做两次 并且做好记录 以根据表格的参数来判断肺功能情况 根据以上介绍的临床表现及肺功能检测 可将哮喘的严重度分为 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四个等级 轻度哮喘指间歇短暂发作 一周内不超过一次 每次不超过一小时 夜间发作每月不超过两次 不影响上学及活动 中度哮喘指每周发作不超过两次 症状可持续数天 夜间发作每月两到三次 不能耐受体育锻炼 中度哮喘指每周发作两次以上 夜间发作每月超过三次 急性发作时需要门诊或急诊治疗 经常缺客 重体力活动受限 急重度哮喘指症状持续 昼夜经常严重发作 日常活动受限 为了帮助大家记忆掌握 现在将哮喘的分级归纳列表 根据哮喘的发病机制 以及症状得知 抗炎和舒张支气管 是治疗哮喘的两个重要环节 抗哮喘的药物共分三大类 第一类是消除非特异性炎症药物 肾上腺皮脂激素 它的作用激励是 一、能阻止炎性细胞 特别是视酸性B细胞的曲化和激活 二、能抑制细胞因子生成和炎性介质的释放 三、能减轻血管的渗透性 四、能促进β受体功能重建 常用的汽物剂有饼酸培路松、碧可酮、安德辛等 由于汽物剂在打肺泡后很快被灭火 吸收入血后又很快被肝脏灭火 所以其显效的治疗量通过粘膜吸收 仅仅相当于口服强地松的1到1.5毫克 负反应微不足道 而局部的抗炎作用却比清化烤地松大5000倍 第二类是抑制过敏介质释放的药物 主要有色肝酸钠、奈多克罗米、铜替芬和抗组织胺药 以上两类为治疗病因的药物 被认为是一线药物 第三类即支气管扩张剂 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是β2受体激动剂 分短效和长效 短效的有舒喘灵、喘康素 有效时间为4到6小时 长效的有施力稳、没喘清、全特明 有效时间为12小时 第二种是查检类 短效的有安查检 长效的有悠喘瓶 目前认为查检类药物也有抑制炎症的作用 第三类是胆碱能受体组织剂 如果以β2激动剂联合应用 则直喘的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 随着粘腹分子在哮喘中作用机制研究的深入 证明糖皮脂激素、环包菌素、色干酸钠 都有一定的抑制粘腹分子的表达和合成作用 采用抗粘腹分子的丹克隆抗体做哮喘动物模型的治疗 取得了满意效果 为分子免疫学治疗哮喘提供了新的途径 急性哮喘成功的家庭治疗应该在明显的症状出现之前就开始 要求患儿及家庭成员能够识别早期症状 必要时给予0.5%的舒喘灵 每公斤体重0.1毫克物化吸入 每20分钟一次 共三次 如果反应良好 可持续这种方法2-3天 如果反应差 则应进行门诊治疗 下面再向大家示范几种吸入疗法 使用手控定量型吸入器时 先煮患儿用力呼气 寄之深吸气 同时喷入气物剂 并气十秒钟 以令气物完全吸入 对不会合作的诱饵 可在气物器出口处连接大容量单向阀门储物罐 使喷出的气物颗粒在罐中有一段时间 以保证患儿有充足的时间吸入气物 必要时还可家用面 将容器持垂直方向 然后将吸入装置成顺时针旋转 到底后再向反方向旋转 当听到一响声时 证明一个剂量已经准备好 即把吸入嘴放进口中 煮患儿自行吸入 由于哮喘具有长期性 反复性 可逆性的特点 所以对哮喘的现代治疗重点 应该放在缓解期 经过长期的合理用药 彻底消除气道的高反应性 为了确保治疗效果 应该遵循阶梯式的长期管理治疗方案 在一级哮喘时 按需要吸入β2短效激动剂或口服安查解 二级哮喘时 每天吸入皮脂激素类或色干酸钠 夜间发作时用长效β2激动剂 三级哮喘时 每天加量吸入皮脂激素类或色干酸钠 同时加用长效β2激动剂 在四级哮喘时 持续口服或静脉用皮脂肋固醇三到五天 同时加量吸入皮脂激素类和色干酸钠 以及长效β2激动剂 总之 分级治疗是支气管哮喘规范化治疗的重要内容 归纳其治疗趋势是 根据气道的炎症是疾病的根本 强调抗炎治疗为首要原则 根据变态反应的发病机理 强调综合治疗的必要性 根据哮喘的临床特点 强调缓解期治疗的重要性 根据药物的治疗原理 强调局部治疗在防治中的优越性 对于哮喘的预防 一般情况下 长期应用抗炎药物应该掌握疗程六个月到两年 病儿要根据本身病情的轻重度 由最适当的步骤开始 其他保护性治疗 主要包括规律的生活 避免过度疲劳 加强适度锻炼 注意防止病毒感染 注意防止接触各种诱发哮喘的过敏源 在出现先兆症状之前 24小时之内 喷入病毒做器物剂每日2-3次 持续4-6天 为了明确过敏源 而不能避免时 可以做脱敏疗法 注射后观察30分钟 根据情况具体处理 注意提高机体免疫性 必要时对肌肉注射胸腺态 每周两次 每次4毫克和灭活卡界苗 疗程应该大于一年 还可皮下注射气管炎菌苗 每周一次 剂量从0.1毫升 逐渐递增至0.5毫升 三个月为一疗程 在哮喘发作时应该暂停 除此之外 还可适当中药治疗 以确保症状的控制 长期以来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许多患儿 未能得到有经验医师的 直接咨询 与正确诊治 目前 在哮喘联谊会 和哮喘之家 医生们可以指导患者 根据自己的病情 合理用药 使哮喘的防治 成为个体 与社会群体 相结合的最佳形式